今天有人爆料 你好 我要爆料 原家 不只一番 這一家 還有遊戲南海 兩家 這兩間 我曾經在龍井區 中央路上興電子遊戲場 上班一年多 負責人都是人頭 每家店的店長 都是原家底下的兄弟 這個爆料人已經把結論告訴你了 他告訴你一番 一番在一百五十五號 遊戲南海在一百五十三號 他在上興 上興是在龍井國中 龍井的龍井高中附近 那條路上面 他說我在那邊打工過 他就告訴你結論了 負責人都人頭 都是姓原的 他們家的兄弟人在弄的 然後我們再找證據 你剛才講那個部分 其實我倒著講比較清楚 昌和環保公司 跟陸澤國際開發公司 那個位置所帶地的地址 都是沙路區成功東接九十三號 你去看 你現在去看 我現在不知道帆布掉走了沒有 原來帆布掉的就是 顏寬恆跟顏利民在那邊這樣子 就是那間啊 三個湯 那個泰魯是白色的 對 上面吊著海桑的環保 顧光MAP上面 對 顧光MAP湧流存 聽說後來短暫有吊一下 罵陳柏惟的海埔 顧光MAP上面就這樣子 就是副議長顏利民 顏寬恆跟你拜二零二零年 大家新年恭喜 就已經出了 就是什麼 跟百戰法派有那間 不是 不是 我跟妳說 那個人家住很多 你會搞錯我這個可以被接受 我想說 他已經告訴你了 那現在 這一個蒼和環保是做什麼 你知道嗎 山椒 土椒 利青 點子 還有海拋污泥 還有那個 掛刷在掏的時候 在清淤的淤泥的處理 這沒有百里沒有到 每個人都不知道 做這桌 所以蒼和環保 老闆的名字 跟老闆登錄的地址 就在陸澤國際開發 而陸澤國際開發的老闆 叫顏寬恆 第二個 王永達 王永達又剛好 是剛才我們講的 喪心電子遊戲場 在龍井的中央路二段 又叫對面在地的人都知道 要舉的對面 門口還告訴你 小朋友不能進來 十八歲 十八歲 他是賭博姓電丸 他就是在賭博姓電丸 在龍津高中旁 旁邊沒有很遠 走路就能到了 然後這個賭博姓電丸的老闆 王永達 他的事業登記在 顏寬恆的事業同的地址 對 你就同樣看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這個線頭出來了 線頭是哪裡 線頭 線頭就是陸澤 我們從陸澤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找到張兆毅 他在裡面 他是裡面當監察人 然後他開的是一番小鋼豬 然後我們透過陸澤 又可以找到這個環保公司 這個蒼和環保 蒼和環保就可以找到 我們上星 電子遊戲 因為有這個王永達 所以現在看起來 我們說這個蛇鼠一窩 那個窩在哪裡 那個窩就在陸澤 這個是一個我們找到很多證據 現在只要圍繞陸澤相關的人 我們看都跟顏寬恆有關 因為都在一起 而且都跟他的電動玩具 是有直接關係的 所以我就不得不說 顏寬恆你這個沒辦法洗清嘛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鄭知道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